原來讀馬的名字也有這麼多迷述 但是Colly, 我知道你喜歡寵物 譬如說你的貨物已經是大家朋友 每個人都認識的 什麼時候開始喜歡馬這件事 賽馬或者養馬這件事 其實就是… 我也忘記是幾年前, 六寶的時候 我想也有六、七年前 那時候很多朋友都是馬主 他說一起玩吧, 不如教你吧 說好, 又去看看吧 然後我就開始去馬房看馬 我就覺得原來真的很好玩 因為馬是可以跟你有很大的溝通 只不過這個不是可以在家裡的寵物 但是它在馬會裡面 所以我就盡量爭取時間去看它 馬是認得你的 當它看到你來的時候 它會知道你是主人 我覺得很好玩 我記得我當時拍劇的時候 李家鼎, 你記得嗎? 他經常告訴我, 馬很欺負人 你一坐上去, 它知道你不懂騎馬 那我就不敢騎馬 你不敢騎馬 我就餵牠吃東西 我想一會說, 其實馬真的有性 是的 他真的認得你 他知道這是生寶人 這個就是哈德, 這個有疼我 是嗎 是的 像我現在的甜蜜蜂星 我經常去探望牠 每次餵牠吃很多紅蘿蔔 牠很大, 吃很多 吃完有時餵牠幾粒方糖 牠一看見我走到隔壁 餵隔壁的那些 牠就開始發惡 有一次很好玩 去隔壁的聚堡區 那時看到我餵牠 牠便撩我牠 不知道牠說甚麼 牠的馬有語言 是的 我的馬很吵 吃吃吃, 牠就不吃 然後走到隔壁中間 在後台踢牠 叫牠不要吵 對, 隔壁的馬就靜了 不發聲 然後我說 兒子別那麼兇 我繼續餵牠吃 然後嘮牠吃, 要飲水 有些人餵牠的時候 我走到隔壁跟牠無論 說, 你別生我的兒子 所以我現在很有趣 我去馬會, 去到馬房 每個馬隔的馬 就會突出一個頭 很卡通, 像對著你笑 有些馬就不斷抹頭 我一開始問連馬師 他為什麼頭髮不斷吹 他說他叫你請他吃東西 有些你餵他, 馬是笑著的 每隻都笑著, 很有趣 但是馬也有很多性格 有些馬很餵食, 你讓牠不斷吃 有些馬會很害羞 你餵牠, 牠也會考慮一下 馬師舌, 你是很有愛心才能做到 對馬是這麼細心的馬主嗎 我從以前入馬房餵馬 拿著紅蘿蔔也不懂時很害怕 怕牠會咬你 因為牠的嘴巴這麼大 咬一咬你真的不行, 手指也沒有 從現在可以拿到很小的紅蘿蔔也不怕 有方法, 譬如你這樣拿著 你不要讓手指凸起 或者放在手臉上, 餵牠 餵到現在我的馬是懂得… 吃完牠會親吻我 用下巴這樣親吻你 很甜, 很嘴巴 牠懂得這樣, 用雙手掛在你身上 如果馬要退役 牠就要離開香港 對, 剛退役了 退役了, 很捨不得 很捨不得 我記得當天去探望牠 我又像平時一樣, 帶了很多紅蘿蔔 去到…餵特別多 因為牠不用跑 肥仔一點不要緊, 不斷讓牠吃 不斷吃, 吃完後 我就跟牠說 我說, 乖兒子, 你要走了 我跟牠唸經, 還有一些經給牠聽 然後我說, 我希望你健康平安 不過你要表示你明白我說的話 你和心情好的話 你去波波池打個圈給媽媽看 牠吃吃吃, 牠真的走在馬格中間 為什麼我們說波波池 因為有很多報紙 像一個滑滑波波池一樣 牠真的走在滑兩個圈 然後走過來吃紅蘿蔔 其實牠支持我, 餵了這麼多次 牠試過一次是這樣 我第一次見牠時, 我不知道牠在做什麼 我跟蓮馬斯說 牠在做什麼, 無緣無故吃東西 走在那裡滑幾個圈 蓮馬斯說牠開心, 馬心情很好 覺得你疼愛牠 所以我一有空就… 其實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是一個很麻煩的馬主 因為我經常打擾牠們 因為很多員工會做多了事 但沒辦法, 因為我很疼愛馬 你當牠是另外… 你很疼愛的一種寵物 只是真的不是在家裡, 在馬… 不能回到家裡 有時候Cash在家裡很頑皮, 我會推廣 你乖乖的, 你看哥哥 很可憐一個人在馬格中睡覺 你和媽媽睡覺, 你也這麼頑皮 我有時候會跟他說, 狗也會的 牠會令馬上感受 是嗎 是, 牠看見我餵紅蘿蔔 牠會令馬上感受 對, 所以後來牠不能進去 牠只不過在馬屍那邊 我眼看 免得牠吵著 我根本會廢話 牠會感受 牠不高興 會不高興 牠會令馬上感受 鄺美雲真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對吧 我覺得其實不一定是動物 不一定是人類 譬如我覺得任何事 我都會把牠看得有生命 有卡通法 例如你想想, 一台一耳 你天天走過, 踢牠一腳 你把牠的生命就會變短 你愛惜牠, 擦乾淨一點 牠的功用會更好 你經常把牠弄得很亂、很髒 都沒有人會喜歡這張牠 但你也可以把牠弄得很乾淨 令人很欣賞牠 所以我覺得一草一木, 一台一耳 更何況是動物和我們人類 所以還是要對牠好 本來我們在談談關於馬匹 由鄺美雲養馬 我們竟然可以在裡面學到一件事 就是除了對動物、對人 我們身邊的萬物 都應該有這份愛心 這是今天我首先在鄺美雲身上學到的東西 然後就要向你討教很多 關於你生意上成功之道